刚过新年娱乐圈里就传来喜事 48岁的马国明与35岁的女友汤洛文修成正果 订婚了 最近TVB市地马国明在网上卡点13.14 发出戒指和爱心的表情 配上一张小马木偶亲吻的照片 以表达爱意 马国明的女友汤洛文也回应 我们订婚了 两个人互动非常甜蜜 也收获了网友们的一众恭喜 马国明1974年2月13日出生 从获TVB市地 因为温柔体贴 被称为是香港娱乐圈里的好男友 同行也觉得他是老好人乖乖在 不过马国明的感情生活一直是不太顺利 在过往的生活中拥有不少绯闻女友 但都没真正牵手 和胡定心也在恋爱两年后和平分手 马国明好不容易 在2017年和女演员黄新颖公开恋情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顶绿帽子 马国明曾和黄新颖相恋 很多人也都很看好这一对 可是在2019年4月 黄新颖被曝出轨和已经结婚的许志安在车内热闻 一时时间 心疼许志安妻子郑秀文的和心疼马国明的网友都纷纷感慨 老诗人受欺负 因为这件事许志安召开发布会 声泪俱下公开道歉 表示暂别娱乐圈 黄新颖的事业也受到影响 逼走美国和TVB没有再续约 马国明和黄新颖的感情自然也告吹了 正所谓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 马国明放下了对黄新颖的感情 在2020年6月公布与汤洛文的恋情 从此 马国明晾汤这对组合走入了大家的视野 汤洛文虽然在事业上的成绩 没有马国明那么突出 但是实际上是非常优秀的 她是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心理学系的高材生 身高170厘米的汤洛文身材高挑 匀称 长相甜美 曾在选美比赛中获得 2012香港小姐旅游大使奖和美丽升华大使奖 汤洛文出演过《潮流教主》 《法正先锋三》 《吉肖大上二》等聚集 而她还和黄新颖曾是闺蜜 同时 汤洛文的家世也很好 她的父亲是曾经在娱乐圈里宏集一时的男明星唐振宗 从小被宠爱长大 在娱乐圈里也不缺长辈的呵护 虽然 汤洛文比马国明小了13岁 但是两个人是非常般配的 马国明的父亲是机械工程师 他自己也曾在17岁移民加拿大 读过英伦哥伦比亚大学机械工程专业 汤洛文和马国明在一起 两个人都是有学问又会演戏的 共同语言不少 加上两个人颜值也很高 真是让人觉得确实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其实 早在2021年的时候 汤洛文就有过要和马国明结婚的念头 当时他说 如果马国明能在当年再多世地 两个人就结婚 不过 两个人的婚期确实一拖再拖 原来 两个人在生孩子和买婚房的事情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马国明之前在演电视剧《宝宝打过天》时 挑战了一把当奶爸的感受 但是面对剧中二岁的女儿手忙脚乱的样子 让汤洛文有了不想生孩子的想法 要知道 马国明已经不年轻了 到了奔武的年龄 而汤洛文要是再拖几年 也有可能成为高龄产妇 生孩子这个问题 确实应该在婚前达成一致 会比较好 同时 TVB的工资一直不高 马国明虽然从已多年 还拿过TVB试地 但是攒下来的家底 并不算特别多 他在1999年出道 却直到2016年时 才买下人生第一套房 而且这套房还说是要孝敬父母的 至于结婚的婚房 还得再攒钱买 由于三年前 黄欣盈与有夫之夫 许志安偷吃曝光 马国明无奈与黄欣盈分手 之后 马国明拍戏时 与汤洛文一拍即合 两个人拍拖 很快就见了家长 关系发展迅猛 旅船回讯 正确的时间 遇见正确的对方 马国明终于在跟汤洛文 拍拖两年后 今天向他求婚 并获得一直恨家的汤洛文甜蜜回应 他们分别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同一张相片 相片中 一只独角兽和小马紧挨在一起 独角兽的脚上套着一只硕大的钻戒 汤洛文写道 20123 1月1号 13点14 两个人同时在13点14时发分帖 寓意一生一世 十分浪漫地宣告了两个人的细讯 全中好友和众多网友 都纷纷地留言祝贺 身高183厘米的马国明 和身高170厘米的汤洛文 外形很相衬 巨男美女的组合很是养眼 在时王老五的马国明 终于要成家了 粉丝真是替他开心 马国明曾经透露过 两个人有共识旅行结婚 他表示汤洛文喜欢欧洲 所以他们会考虑去两个人曾经读书 和成长的加拿大 英国旅行结婚 暂未决定是否要摆一个酒席 不过两个人之间有真感情 就可以化解一切问题 如今 马国明和汤洛文已经订婚 相信也把婚前该商量好的问题 都商量好了 两个人能走到这一步很不容易 也祝福他们早日领证 正是得到幸福的婚姻生活 马国明与汤洛文拍拖两年多 趁今日2023年元旦日 终于公布细讯 马国明已成功地求婚两汤 他们晒出巨型的求婚钻戒 闪报宣布正式订婚 现年已经48岁的马国明 出了名的好男友 在其中损盘之称 如今终将被私有化 而35岁的两汤则是圈州女神 参与2012年港姐入行的他有样有身材 与男明可谓是相当登对 回顾二人过往的情势 都曾各自经历了多段恋情 又或是绯闻 马国明的情路更可以用坎坷来形容 马国明过往曾有过11位绯闻女友与旧爱 最为人知的两段旧情 当然是与黄欣勇的恋情 以及与胡定心的恋情 他当年与欣勇分手 主要是因为发生了安心事件 欣勇被曝与许直安 在第一次上击嘴 事发后马国明便与他分手了 至于胡定心则是由于两个人性格不合 由止马国明因为受不了女方的公主病而分手 定心之后更多次出招顾包 不过如今再见一时朋友 关系友好 至于亮汤 过往的感情生活亦同样多姿多彩 虽然他入行多年 公开惩认的男友只有马国明与罗天宇二人 但却跟不少男艺人传出绯闻 亮汤与罗天宇2014年 因为合作演出无限处境剧 拍爱回家而擦出爱火花 两个人相恋四年至2018年3月宣布分手 没有公开交代分手原因 不过两个人再见一时朋友 便回朋友之后更一起初步拍摄旅游节目三日两夜 相处融洽 其实亮汤跟罗天宇拍拖期间 竟然一度传出他因拍摄灿烂的外母 而与人夫李诺一抵着 但当时两个人极力否认 亮汤形容两个人之间关系有辱佳人 直指这个绯闻是个笑话 到亮汤回复单身后 他当时正跟谢东明与丫鬟大联盟中合作 又传亮汤不顾对方一友女友 主动出击追求 又毫不避嫌与访问时大赞对方高大量载 同年11月亮汤被拍到跟姚子玲前男友 身家过亿的富豪郑子帮 在有人的生日派对上表现轻易 举动眼如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但是他随即否认恋情 并强调两个人直属好朋友 2019年亮汤就与刘凯文一传出废文 对方于2018年与杨幂离婚 有指二人是经林夏威介绍而认识 并火速发展地下情 不过两个人均否认了有关废文 原来亮汤真正情星的人是马国明 原来亮汤真正情星人